。 語夫大哥你不是帶我去吃飯嗎? 是啊。 你幹嘛帶我來擺菜 那我們走個橋啊 那你看看啦 既然我們要吃好的東西 一定要有好的菜啊 首先要選一些好菜 那怎麼下廚啊 雖然我結了婚 但是我不一定是要當家庭主婦啊 我現在做職業婦女啊 那妳今天也得要承認老公的歡欣嘛 對不對 也沒錯 也沒錯 是不是 她是應該買菜的 那這是什麼菜 這是那個茄子 茄子又叫什麼 等一下 後面有一個人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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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老闆 老闆 你好 老闆 你好 這是油筋 老闆 你好 你好 老闆 你好 老闆 你好 老闆 你今天不吃飯了 幹嘛還賣菜啊 這個菜我們自己種的 哇 自己種的 自己種的啊 在哪裡種的啊 所以就開始吃的 你看 這個就叫做一分耕耘就一分收穫 你說這邊四周都是菜園啊 對啊 都是你自己種的 自己種的 難怪你曬得這麼黑 好好長啊 是嗎 不容易 用心良苦了 太過用心良苦了 來 我們看看有什麼好菜 老闆 老闆 先笑一下 來 種了什麼東西 種了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 這個不是香茅嗎 這是香茅 對啦 因為去冬 要不然會用到 好香耶 香茅 我知道可以做成茶 很多東西 對啊 它可以做什麼 還有香茅的精啊 香茅的精 提取它的精華 香得很香 好蚊子藥 好蚊子藥 蚊香啊 泡茶啊 煮湯都行啊 它有鞍神的作用 鞍神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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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除臭的那種功效 你是不是晚上睡不著喝一些香茅茶 對啦 要不然你就煮雞湯也行 你看很多 其實這裡的東西都很多 你看我們這裡有三氧漿 這個是紫漿 這個是紫漿 這個是銀漿 你看喔 我們有老漿 你看多麼大的老漿 然後這個呢老闆 等一下等一下 這個什麼漿呢 這個老漿跟嫩漿怎樣分啊 那你就看它的皮啊 比較嫩嘛 你看它的顏色就比較 有青色的就是嫩漿 有青色的就是嫩的 有青色的就是嫩的 黑黑的就是老的 黑黑的就是老的 黑黑的就是老漿 年紀比較大就嗡嗡了就 對啊 就年紀大了 太老了 這個什麼漿啊老闆 這個叫銀漿 什麼叫 南漿 南漿 為什麼它是粉紅色 為什麼你叫它藍漿呢 這個叫它名叫藍漿 這個叫它名叫藍漿 對 因為是冬的 所以我們今天吃的是泰國菜 泰國菜 對 泰國菜 泰國菜 泰國菜這個一定會有 是啊 這是什麼葉的 金葉 檸檬葉 檸檬葉 那些馬風甘 是不是馬風甘 馬風甘 馬風甘就是它屬於脂肪類的 很香的 為什麼你買金呢 那金就去哪裡 這個我們拿去炸的香 炸的香 炸的鱷雞 炸的鱷雞 好香啊 中央也是有做到 得不及了 那你給選擇看 你喜歡吃些什麼菜 能不能去下廚啊 我最喜歡吃江公 江公啊 江公叫什麼 叫翁菜 翁菜 翁菜我們又叫水通菜 又是通菜 水通 我聽人家說 吃這個吃太多雞蛋會痛 真的嗎 會抽筋 因為它很涼 因為它太多的意思就是說 每天早上午餐 晚餐都吃通菜 就是太多了 沒有 但是問題 你可以平衡下一點 三八不辣椒 辣椒 那它就會比較溫了 就不涼了 不用怕 那你就千萬不能夠拿去煮湯 整天吃不辣椒 就是因為這個 這個東西啊 所以這個食物的平衡啊 好 還有呢 還有呢 我就等老闆介紹好不好 好啊 老闆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端什麼菜我都想吃 可不可以 對啊 好啊 那我們可不可以進去吃了 OK啦 好了 我介紹你 別看這裡有菜園又有池塘 就以為它距離市區十萬八千里 其實從吉隆坡出發 只需三十分鐘的車程 就能抵達 山水菜與酒家 就在安邦與烏魯拉那之間的山腳處 以新鮮的食材遠近馳名 這裡的菜是自栽自煮 清甜又健康 魚也是自家飼養 肉質肥美又可口 嘿 亞達烏的建築設計 加上好山好水好風光 看來老闆啊 非常崇尚大自然 才有如此設計概念 你怎麼會選擇這個地方來見餐廳呢 說說看 我看到有山有水 有山有水就喜歡了 你不是吧 你是好山水嗎 難怪你的招牌叫山水菜魚 多少年了 這裡開始了四年 三年那麼好了 四年出來了 我知道 我記得你第一次來的時候 沒有那麼長 現在你看看我 沒有長還有舞台 是嗎 第一次來到前面 發現這裡有什麼事 一邊有客人一邊來 我們一邊慢慢加 一邊一個石杏 一個石杏就加起來 就是一個傳一個 好吃 好玩 那現在總共有幾張桌 現在有128張桌 128張桌 我記得你和我講 你要加一個地方 你要加哪裏 我要加一個 給你喝糖茶 給你喝茶 喝糖茶 泰國人喝糖茶 對 在一個森林裡面 很有功夫 也有武術的感覺 有武俠片裡頭 像武俠片裡頭 那些俠客 在那邊喝茶 那是不是準備 武俠的衣服 讓人穿 坐在那裡 喝杯 是啊 好了好了 我們吃東西了 好嘩 來 我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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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拳 你拿拳